前几期视频里我们介绍了怎么用一台3D打印机制作一个机械式计算器 并如何用它做加减乘除四的运算 这里给大家带来的是如何用它做另外两种常见的数学运算 开平方根和开立方根 我们以计算根号式为例 演示开平方根 第一步转动手柄 不好意思拿错了 这个是咖啡研磨器 重来重来重来拿起咖啡研磨器 因为咖啡研磨器本身只能做加法减法和计算器一位这三种操作 我们需要使用一种特殊的算法计算平方根 这个算法叫做牛顿迭代法 使用牛顿迭代法时 我们先预估一个根号式的近似值X0 然后利用迭代公式去计算一个更加接近于根号式真实值的数X1 然后利用相同的公式运算在X1上得到X2 这样依次类推就可以无限逼近根号式的真实值 计算根号式时首先猜测X0 因为3的平方等于9 4的平方等于16 所以根号时应该在3和4之间 并且更靠第三 我们先猜一个比如说3.1 将3.1输入到输入计存器中 3.1 然后将科塔的结果计存器移到第六位 确保两个计存器都是清空的 然后在这一位上计算3.1的平方 这样转四次手柄之后 我们得到3.1乘以3.1等于9.61 接下来我们进行迭代求得X1 首先将输入计存器上的X0变成2倍的X0 就是3.1变成6.2 此时计数计存器上显示X0 3.1 结果计存器上显示X0的平方 输入计存器上显示2倍X0 然后我们通过转动手柄的方式 对结果计存器上的数加上或减去2倍的X0 使得结果计存器上出现10 在这个过程中因为9.61小于10 我们先执行加法操作 但是因为转动一次手柄 就会发现结果计存器大于10 所以我们先将这个结果减回来 然后把计存器移到第二位 做加法操作 再移至下一位 做加法操作 此时我们得到了结果计存器上 是一个非常接近10的数10.0006 一个利用牛顿迭代法的推论是 此时计数计存器上的数就是我们要迭代的X1 我们取前三位有效数字3.16 作为我们下一次迭代的X0 依然和刚才一样 清空两个计存器 将计存器放置第六位 在输入计存器上输入3.16 新的X0 计算3.16的平方 3.16乘以3.16等于9.9856 相比到刚才的3.1的平方 这个结果显然更加接近于10 让我们依然在输入计存器上输入2倍的X0 6.32 然后通过加法和减法的操作 使得结果计存器上凑到10 在进行最后一次手柄操作之后 结果计存器上显示10.000096 在计数计存器上 我们就得到了下一次的迭代值 3.16228 我们看一下根号10的准确值 输入根号10 等于3.162277 约等于3.16228 这样经过两次迭代之后 我们就已经得到了 具有6位有效数字的更好实的估计值 大家可以参考视频下方的描述 去证明这个算法 我们可以使用相似的迭代方法 计算一个数的立方根 与平方根不同的是 在迭代开始之前 输入计存器上应该显示 3倍的X0的平方 技术计存器上应该是X0 结果计存器上应该是X0的立方 在迭代之后 结果计存器上应该显示 我们要求的数 技术计存器上显示的则是X1 即下一个迭代的数 我们还是以计算10的立方格为例 进行演示 首先清空两个计存器 将计存器移到第六位 选取最初的X0 因为2的三次方等于8 3的三次方等于27 所以10的立方根应该处于2和3之间 并且更接近2 我们猜测它是2.1 在这里输入2.1 然后计算2.1的立方 然后将2.1的平方 输入到输入计存器中 4.41 清空两个计存器 计算2.1的平方 乘以2.1 也就是2.1的立方 2.1的平方 乘以2.1 等于9.261 然后在输入计存器上输入3倍的2.1平方 就是3倍的4.41 再检查一遍 3倍的X0平方 X0和X0的立方 继续进行加法和减法操作 这个时候 技术计存器上显示的是2.1558 我们可以取前三位有效数字进行下一步迭代 还是清空两个计存器 并将计存器转至第六位 输入计存器上输入2.15 计算2.15的平方 2.15 乘以2.15 比输入4.6.225 将其输入到输入计存器中 清空两个计存器 计算4.6.225 乘以2.15 将输入计存器上显示的X0的平方 加3倍 变成3倍的X0 还是通过加减的方式 将结果寄存器上的数凑到10 回到下边 超过了10 在结果寄存器上 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接近10的数 此时技术寄存器上的数 就是我们新的迭代值 我们可以取前 比如说前五位 或者是前四位一下数字 已经获得到10的立方